Hello 大家好 我是邱迪 在影片开始之前 喜欢亚洲篮球的朋友们 麻烦点击右下方红色按钮进行订阅 多谢了 最近略显沉寂的CBA 终于在元宵节迎来了一个重网新闻 根据NV著名记者WoJ在推特上的报道 本赛季效力胡人的迈克尔比斯利 即将加入广东南篮 成为球队的大外援 这是一份两个月的非保障性合同 并且合同金额不菲 如果此前马上布鲁克斯 替换德莱尼的消息属实 广东队或许将组成马上布鲁克斯 加比斯利的超强外援组合 来冲击本赛季的CBA冠军 此次确定被更换的是小外援德莱尼 本赛季德莱尼状态时好时坏 表现并不稳定 场均19.4分 6.1个篮板 5.64助攻的数据 只能说是中规中矩 相比较组织能力而言 德莱尼的得分能力更是不够出重 屡屡在与强队的比赛中 表现不仅如人意 如今的两名外援 不论是马上又或是比斯利 都有着极其强劲的个人进攻实力 能很好的弥补 广东队目前在进攻端的不足 有意思的是 尽管即将签下两名新的外援 广东队并不打算立刻与此拳的外援 维姆斯解约 预计广东队将会用剩下的六轮常规赛演练阵容 并在季后赛开始前决定最后的外援去留 迈克比斯利在NBA交易截止日前被胡人队交易至快船 随后被后者裁掉 本赛季效力于胡人期间 比斯利长军出场10.7分钟 贡献7分 2.3个篮板和一次助攻 投篮命中率49% 这位08年的NBA榜演绣 曾经在中国效力过两个赛季 1415赛季 比斯利在被灰熊裁掉后加入了上海队 他在37场比赛里 场均砍下28.6分 10.4个篮板 5.24助攻和1.94抢断 并在全明星赛上以历史最高的59分夺得了MVP 在短暂回归NBA之后 比斯利又在1516赛季加入了山洞队 他在揭幕战中就拿下48分 并在10天后再次砍下49分的高分 他在常规赛季 场均可以得到31.9分 13.4个篮板 3.84助攻 两个抢断和1.3个盖帽 帮助山洞打入了季后赛 并获得了常规赛的MVP 可以说 比斯利之前在CBA取得的成绩十分辉煌 超强的单名战斗力得到过检验 尽管此次比斯利的回归 听上去像一个双赢的局面 丘迪个人对此是持谨慎态度的 要知道 现在CBA常规赛已经临近尾声 留给两名新外员中入球队的时间 将会十分有限 而且本赛季广东队打的是团队篮球 在此前德莱尼的串联下 球权分配极其合理 球队经常多点开花 像小将杜润旺徐杰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机会 但随着两名强员的加盟 球队原有的运转体系和化学反应都将被打破 要知道 根据他们此前的CBA数据显示 比斯利和马尚布鲁克斯 平均一场要合聚出手五十四之多 而德莱尼和维姆斯的组合 场均也只不过出手三十四 差距着实巨大 如何去合理地分配球员在球队体系的角色 将成为广东队这次好赌能否成功的关键 关于比斯利的新闻差不多就这么多了 你们如何看待比达野重新回归CBA的赛场呢 CBA是否会如期迎来大结局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秋迪会把之前比斯利CBA单场58分的激进 附在视频后面 帮大家回顾一下比达野曾经统治级别的表现 那么这一期就先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